赵丽颖就因为自己的收入登上了富豪榜,而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。 在这次富豪榜上,演员出身的范冰冰以8.6亿身家排到了第6名, 邓超排名第8,身家5.8亿,而最后一名就是赵丽颖身家3.9亿。 其实赵丽颖家庭条件很普通,父母都生活在农村, 而赵丽颖踏入娱乐圈以来,很多时候都是在影视剧中客串, 很少有机会饰演女一号,自从出演了仙侠剧《花千古》之后, 人际暴涨,之后就迎来了爆发,几乎是每部作品都能取得良好的收视率, 身家也不断上涨,然排在最后一位也是非常了不起。 不过赵丽颖非常节俭,对自己非常的吝啬, 很多时候还会去买打着衣服,不过赵丽颖对自己工作室的员工却是特别大方, 年终奖赵丽颖竟然送给表现突出的员工宝马车, 更是承诺有员工结婚酒席前她包下了。 有这样一位关爱下属的领导让很多网友对赵丽颖恋眼相看, 回头看看自己的领导都无比抑郁。